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Excel规划球节里面的项目成本分析 我们来到范例这个工作表来看一下 假设说现在我有项目7个 生产成本各式这样子 维护成本 然后呢 额外成本 那注意到额外成本是怎么来的 是F2乘上B2 有没有 就等于生产成本乘上 额外成本的比例就算出额外成本 然后合计成本是前面三项成本的合计 然后最后再算出成本总和 所有合计成本的总和 那这边会有一个情况发生 我要先点两项 我要说明的是 你要做目标搜寻时 我们首先第1个我们要点资料 规划球节 规划球节里面来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的目标是哪一个 就是成本总和 目标成本总和 我希望它的值是多少 48,000 我又打48,000 然后 变数储存格 注意到变数储存格 就是在这张表里面 全部都是你打的字的 那第1个生产成本是我们打的 所以我们把它 框起来 然后按 逗点一下 第2组 维吾成本也是打的 也是按 干嘛 按逗点一下 按逗点一下 然后再来 额外成本比例有没有 这三个基本上都是我们打的 会影响整个结果的 然后 好了以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现在要设条件4了 条件4 新增 我们的第1个条件就是 生产成本 这个格子要干嘛 注意到 生产成本要大于3500 所以我们要写大于等于 3500 新增 第2个条件 维吾成本要 不高于1500 所以维吾成本这边 框起来 要小于等于 1500 新增 然后再来 额外成本比例要小于 20% 就是0.2 新增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边 合计成本这边 全部要干嘛 7500以下 也就是说小于 等于 7500 然后好以后呢 因为它是最后一个条件 我们就按确定 这时候你会看到有4个条件 有没有 4个条件 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按什么 求解 它就会帮你算出来 有没有 有没有找到解答 有 找到解答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按什么 保留规划求解的解答 然后这个打扣去掉 OK 确定 这大概也不要 确定 然后这时候你就要看到答案了 它帮你算出来 每个都在7600 干嘛 7500以下 有没有 最高就7500 然后再来 1500以下 也都对 然后再来 大于 3500 有没有 都大于3500 然后额外成本 只有20%的比例 有没有 算出来结果 所以 用这一种 规划求解来去做分析 非常的好用 非常好用 好用 好用